數百名男女老少 示範導演套路 一眼望去 十分壯觀 二零七年總統 被太極拳錦標賽 在新中體育館正式登場 這下廟第七屆的賽事 每年都吸引許多太極拳同好 共襄勝舉 這回包括套路 推手 團體競賽 總計超過一千三百名選手參加 一同宣揚太極 陰陽虛實之力 身為武術的一環 太極拳不僅促進身體健康 競技部分還可以展現 以由克剛的巧勁 有鑑於臺北市大運 包括二十二歲的男子選手 陳宥威 二十八歲的女子代表 陳怡寅 都在全能項目 擁奪鷹牌 也希望更多年輕人 能夠投入太極拳運動 現在年輕嘛 就是現在睡得很晚 所以這方面可能要相當的一個 來 什麼方式來推動 所以我就和我的母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來建交合作 共同研發 這樣一個太極生活家互動平臺的目的 所以可以鼓勵大家自我學習 還有可以自己跟網路的前輩 比對學習 也可以自己跟我們資料庫的影片資料 可以來比對學習 交流 文室總統杯 還是手機APP 這項在臺灣發展長達六十年的武術運動 希望能夠有更多心血加入 並持續生根下去 外體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